我国跟这个大陆的这个依存度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 高达1000多亿美金 依存度有将近四成 但是如果进一步来看之前的数字 1996年我国对大陆贸易战 我国外贸比重只有10.95% 但是去年的时候比重已经一路攀升 来到了22.6%了 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杨老师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这会是取消ECFA的前置作业 好下一个目标就是ECFA了 ECFA会不会到时候完全被掏空 ECFA只剩下找出清单了嘛 那个其实只是双方各自在商品 传统跟这个农产品方面的这个关税的减浪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我简单的解释给大家听 中国大陆因为它市场大经济体大 它跟别的国家在做这个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 不是只有跟我们在台湾ECFA 它跟很多国家在做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 它自由贸易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可以需要三到十年 通常国际上不会让你超过十年 如果你超过十年两边的自由贸易谈判 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都谈不成 其实你就干脆打消了 但是这个比较经济体大的这一方呢 它往往在台湾过程当中会提供一些找出清单 或者是给对方一些浪力或优惠 不是只有在两岸而已 在200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国家在谈 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也对中南半岛的国家农产品 稻米各个方面开放进口 然后呢降低关税 它就要找出清单 后来2010年年达成这个FTA的时候呢 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协定 就到这个协定规里面来 就进一步的达成贸易自由化 然后形成一个公平的原则 这里面有一些国家可以说 这是我的关键产业 这是我的这个重要的农产品 我稍微要保护一下 比如说不让你进口 或者是说维持那一点关税在那边 这都可以谈的 那它一定会相对 如果你要保护你的这个世家 那我就来保护我的这个苹果 所以简单的说 过去ECFA在谈的时候 到现在你看十多年了嘛 对不对 它刚开始就说除了早收清单 彼此在这个禁止开放的项目上 台湾这边其实这个 足了很多高墙 本来的这个项目更多 我们要求对方要降低 这个部分的关税先行降低 我们也这个找了一些项目 先行降低彼此的贸易 也就开始进行这个 比较低的关税的贸易 那同时在谈这个ECFA的货帽 但是呢我们也设立一个高墙 把它的一些产品来说 你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还没谈好 所以我现在先禁止你进口 各位现在ECFA没了 对不对 ECFA没了为什么还给你让利 先不讲那个早收清单 这是另外一个东西 你2455项的产品不准 我出口到台湾来 结果你这些产品 你可以有一些产品 他就讲了0.9% 可以到大陆来 我没有敬你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禁止我的猪肉 这2455项里面好多 你禁止大陆来 我让你来 你让别的国家进入到台湾来 美国猪 西班牙猪 匈牙利猪都进来了 对不对 你这个叫公平吗 你这个是违反WTO的最惠国待遇 也就是你一旦开放给A国 你所有的国家也都要开放 你一旦给予A国是5%的关税 从10降到5 你对所有的国家都要降到5 你不可以差别待遇 你差别待遇 本来是想说我们是要谈ECFA的 结果谈不成了 我现在早说今天先不动它 但至少现在 因为什么第二个因素出来了 我们是连续地赚中国大陆的钱 去年赚了1565亿美金 而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它这个贸易额 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绝大部分国家跟它都是逆差 包含现在韩国日本都跟它逆差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些东西都自己买自己的了 连那个汽车 现在大陆的买汽车 尤其电动车 都对外国品牌 没有任何的这种想象 都买中国的品牌 所以呢 现在开始 全球对中国的贸易 都慢慢地形成逆差 但是越来越密切 因为这个量越来越高 台湾却大赚中国大陆的钱 那它当然这也是一个经济的警告了 你如果要去以美谋独 你如果想去搞台独 你又来赚人民币 我先不讲说这个 什么浪利等等之类的 我们先有一个公平好不好 所以它在做这个检讨 那这个检讨刚好这个时间点 它也设在第二次的这个报告 出来的时间点是1月12号明年 那刚好是我们选举的前一天 所以这也有一点经济警告 但这个经济警告 是因为我们自己赚人家钱 我们自己设了一个高墙 不让人家东西进来 我们去开放给别的国家 所以各位 两岸的浪利冒这个优惠的这个时候 已经要过去了 除非你现在愿意跟他谈 告诉他说我有必要 或者是我们现在单方面的 采取一些开放 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经济部所说的 只有0.9%卖环乐不用担心 各位照WTO的规定 我跟你讲这个蔡英文最懂 因为他以前在这个进政府之前 他是国贸局的顾问 他就是这个研究这个东西的 你要知道 如果你对我不公平的贸易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采取反制 英文叫做counter measure 但这个反制 比如说你不准我的苹果进口 那我也不准你苹果进口 你苹果 你对我的苹果增加了5%的关税 我也对你增加5%关税 中美贸易战不就是这样子吗 但是呢 如果发现到 你不准我的螺丝粉进去 结果你台湾当然没有做螺丝粉 卖到我台湾对不对 卖到我大陆对不对 那我怎么反制你呢 我不能反制台湾螺丝粉呢 那我就反制什么 反对台湾的米粉 就跨项目的反制 这个是在国际贸易法上是可以接受的 不叫做贸易制裁的 跨项目的这个反制 所以绝对会比0.9大 因为这2455项里面 我们大概他没有告诉我有几项 我在猜想可能只有几百项 我们有卖到大陆的 但是我们把它禁止不能卖到台湾 其他有很多是 其他很多是 我们没有生产卖到大陆 但是你不准它进口 可是也许有一些部分 是你允许别的国家进来的 因为台湾毕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严格而言 我们太理所当然 台湾在两岸贸易当中 觉得你要让利 对不对 然后你要给我优惠 否则我就不跟你谈 往前走 我觉得他其实愿意在 这个两岸的贸易跟政治的 稳定的情况之下 他在马英九时期 他愿意这么做 但是现在蔡英文连续七年 这样的情况下来 对不对 你又去见了 培洛西 你又去见麦卡锡 对不起 我们就先回到公平贸易 我现在不是要制裁你 你要对我的公平 你如果对我产品不公平 我就来反制你 但是对台湾影响大不大 当然大 你要知道 我刚刚看了最新的讯息 我们去 昨天出来一个讯息 我们整个前三个月 整体的外销在开始减少 同比减少将近三成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在放缓 可是两岸的贸易没有减少 各位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贸易 尤其在这几年 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 这个关键点对台湾 撑过这一段时间 更加重要 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对不对 你不要去搞民粹 搞什么台独 让人民搞不清楚 结果受损受害的是人民 对不对 最后 其实大陆不管你了 你如果不理我 我就反制下去 你到时候人民就知道痛苦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负责任的政府 赶快要去找到 这种就是对话 磋商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同时自己要先检视 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先开放 你至少让2455变成少于2000 那表现一下我们的诚意 对不对 这个事情就可以 也许大而化小 而且它可能不会变成 一个政治上的议题了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